你上一集講了幾個? 可能這三個 哈哈哈哈 你上一集給我講到一集 對 那你現在不要趕快開始了 好開始 好 世界最小的嬰兒啊 他的重量 剛出生的重量 竟然只比一隻大隻的iPhone手機 做一切 大家好我是阿財 有我就沒有你 有你就沒有我 好那你來 嗨大家好我是阿財 韓國瑜吃韓國瑜好喝 你今天要講什麼啦 繼續講之前沒有講完的 五個世界最小的記錄 五個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另外一個世界最小的記錄是 甩尾停車的記錄 哇 甩尾停車 就是在最小的空間內停好車嗎 對 像是我們一般開車的時候呢 在路上最討厭的人就是 第一 沒有車位 呃 呃 你需要停車嗎 你那麼生氣幹嘛 呃 因為有墨金哥 在我托風的時候呢 哦啦啦 原來是這樣 對 常常要停車 齁 了解了解 停不了車 我就很生氣 了解了解 衝出來 插進去 呃 趕走的東西 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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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 衝出來 插進去 呃 不是 好 那個全世界最短的 停車紀錄啊 就是說你 甩尾 停進去這個停車格裡面 然後你跟前面 後面 兩台車 他們的 間距 有多長 墨金哥停車的話 前後大概都要有個 一百公尺才停的進去 前後一百公尺 對啊 你等我 是停車什麼 紅椒椰你是不是 嘿 你是誰 你是啊 墨金哥在這邊 幹什麼東西去 對 我要說的是 墨金哥停車 前後都要一百公尺 前後都要一百公尺 對 不是去哪裡 紅椒椰你停車 那這個最小的車區是多少 先不管車區 光是甩尾停車停進去 這個就是一個 夢想中的技能了 如果可以這樣子停車的話 也要領培去路上 以後本 以後墨金哥路上 停車的時候就會 順利的走 不是啊 你在一般道路上 要怎麼甩尾停車 差那麼多 也是 現在一堆人到我行車紀錄 你馬上就被檢舉了 這樣子停車 哇 太可樂了啦 如果沒停好 那損失慘重耶 對啊 那之前這個 世界甩尾停車冠軍呢 是 中國人 他的名字呢 叫做 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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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韓越 講一下名字不好好講 因為我想說 他是跟你那個 兄弟蠻像的 同性的 當時呢 他停車的間距是 13公分 哇 很厲害了 停好一輛車之後呢 而且從甩尾的 甩進去之後呢 間距13公分 嘿嘿嘿 我想到一個問題 他這樣停進去 都覺得這麼小 要衝來吧 因為停車的時候 甩進去的嘛 那你出來 總不可能用 甩出來的啊 所以 他停進去 出來 所以這下技能 在平常生活當中 可能不是很神用 那他就只能等別人 把車開走 他才出來 欸對 這叫祈福南下 嘿嘿嘿嘿 好那個紀錄呢 在205的幾年 我拿到不想查 然後來到這個紀錄 被一個外國的 專業特技承手 叫做 刷新的 你說13公分 對 刷新紀錄了 那他幾公分 他 3公分 沒有啦 他 7.5公分 厲害 7.5公分 我知道各位應該是 很難想像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他到底是什麼 插 你要這樣是不是 對 插進去 哇 怎麼搞了 有看到 有看到 哇 這根本就快 正上了 這神自停車 神啊 拓海都沒這麼神 好屌喔 它這怎麼算的 今次世界紀錄 那我想 他在 正式辦到這個紀錄之前 他的 烤棋跟板金的費用 應該讓他賠了不少錢 可能還要貸款去建設 動不動就要信貸修車這樣子 不然就是他準備一輛不同的軟體的車來練 他不僅要修自己的還要修別人的 對啊 不然就是跟親友借 親友都有報廢的時候一起練 這就是告訴我們怎麼說 錯還怎麼錯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世界上最小的 提示 調裝 水管 不是水管 就是可以扭來扭去的 講啊 蛇啦 對 蛇 就把我們一般路上看到的蛇 是不是都有那麼好幾十公分粗 又粗又大 又長 對不對 你可以好好說話嗎 我好好講啊 又粗又來又長的蛇嘛 那有什麼錯 路上不會看到好嗎 好好好 那三連中看到 就會看到 我光想 光想啦 那還說呢 世界上最小的蛇 我告訴各位 他真的是可愛了 來 我們先看一張圖 在第一張圖中呢 這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呢 如果把它放在手上的話 你就會發現 它根本是蚯蚓 嗨 它是蚯蚓吧 它不是蛇 這個蛇呢 它是全世界 體型最小的蛇 因為它的體型實在太小了 所以很多人呢 會誤以為它是蚯蚓 在台灣會有嗎 啊 不要問 會不會我們在土裡挖到的蚯蚓 其實是蛇 嚇猶 有可能 那這個蛇呢 他叫鱸鋸鋒 鱸鋒 鋸鋸鋒 鋸鋸鋒 鋸鋒 鋸鋸 龍頭蛇 秋雨蛇 牛鼻磚 牙籤蛇 秋真蛇 迷你蛇 我都幫你想玩了 好 但 看來咬你了 我就不用那麼費空自己講了 這種神啊 它很厲害喔 我告訴各位 它這個條狀物呢 真的很會 差 不對 鑽 鑽哪裡 很會 鑽動 找到鑽 鑽 鑽土裡嘛 鑽你鼻孔 那鑽哪裡 欸 搞不好喔 它有個錯誤叫牛鼻磚啊 那會不會 救生於它會鑽的鼻孔 齁 現在才叫做牛鼻磚 那它很會鑽 而且常常就是出沒在人重點的地方 也有在住宅區的那些鑽牆之間的縫隙 或是什麼水溝旁邊 花盆旁邊 或是其他陰暗潮汐的地方 所以經常就被人類給發現 那被誤認為是秋夷 那另外呢 它為什麼叫做鑽蟒蛇 其實是因為它眼睛真的看不見 那它要怎麼辨別方向 哈哈哈哈 問得好 接下來我們 接下來我們 就要來 不要 靠腰啊 你不是要幫大家解答嗎 沒有 我什麼時候幫你們解答的 那種鑽蟒蛇它的體長 大概都是在6公分到17公分左右 6公分啊 比各位的3公分再長一些而已啊 不過這種小蚯蚓呢 它其實是一種異蟲 吃的東西就像是白蚁啊 或是其他的蟲卵 所以呢 大家如果下次看到這種小蚯蚓 放過它一碼吧 你根本認不出來它是蚯蚓還是蛇 反正都是有異的東東嘛 反正看到這種東西先放在說 欸 我們一個講這麼久不行啊 趕快下一個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 全世界最小的 Utah 霓Estee 你知道多小 可能 比你還要小 跟手掌一大嗎 可能 差不多 厲害了啦 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一般人類 你們這些小人類 出生的時候呢 這個體重差不多是在 起碼應該有個一千公克啦 這公克也太小了 對 那很小 那算很小的 那一般可能是在兩三千公克 那不然就是 巨嬰 六七千公克 木槿哥出生的時候就是巨嬰 喔 對啦 對啦 所以他忍耐比才那麼大 我說他頭 頭 不得 很不得耶 好啦好啦好啦可以啦 那一般基本上低於兩千克 就算是 不是很優的一個狀況 不過今天要講這個世界最小的嬰兒啊 他的重量 剛出生的重量 竟然 只比一隻 大隻的iPhone手機 終於是 兩百 六十 八公克 哇 最小了吧 這太小了吧 一隻iPhone XS Max 他的重量差不多是在兩百公克左右 這個小嬰兒是兩百六十八 那他這樣出生不會有危險嗎 很危險 這個全世界最小的嬰兒呢 出生在日本東京 基本上剛出生的時候呢 真的就是比兩隻手掌夾起來還要小啊 那這個小嬰兒為什麼會這麼小呢 是因為 他是 超級 超嬰兒 他懷了幾個月生出來啊 他的媽媽 懷孕二十四個禮拜之後呢 就發現 這小孩子怎麼不再長大了 所以呢 醫院就趕緊把他給 火腹取出 所以他可以算是 懷孕二十四周 生出來的嬰兒 那一般啦 不是懷孕要十個月左右嗎 嗯 十個月左右的話 大概就是 四十個禮拜 那一般你們這些小人類 出生的時候啊 大概是要經過四十天的左右 對 那一般你們這些小人類 在懷孕 到生產的時候呢 我在說他小 反正啦就是 懷孕十天嘛 不是十天啦 你到底要講什麼啊 十周 十周 十周被生出來 不是十周啦 十個月 高大小 這個都高大小 你啦 打人家 打他才 你跟你講話東西 白戲 哇 人歸人亂 一般你們小人類 懷孕的就是 十個月 四十周 然後才會生出小孩子 嗯 但是他只有二十四個禮拜啊 半年而已吧 差不多 對差不多六個月 所以呢 這算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早產 後來他有健康長大了嗎 因為當他活下來呢 已經是一個奇蹟中的邪結了 更奇蹟的是呢 日本這個醫院呢 竟然讓他成功的 健健康康長大到 三千兩百三十八公克 後面再繼續治療 住院五個月之後呢 成功的在 2019年2月20號 出院了 哇 真是太恭喜他了 超厲害的啦 那你們這些小人類 千萬別以為 這樣的案例呢 沒什麼稀奇的 之前本啊 在看資料的時候呢 有看到 如果人類在懷嬰兒啊 結果讓他太早出生的時候呢 但是如果提前了 好幾個禮拜 十個禮拜 十六個禮拜 二十個禮拜 那麼呢 嬰兒的存播率會大 大大大大 再降低 到甚至可能只有 十%這麼低 或者是更低 五% 那儲活機率很低耶 對 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呢 從1936年以來 聽好囉 是從1936年以來 差不多 八十三年左右的時間 全球 也就只有 二十三個 小嬰兒出生時 體重低於三百公克 而且 火下賣 只有二十三個 另外一個神奇的一點是呢 二十三個小嬰兒當中 欸 有19個 是女嬰啊 所以女嬰比較容易早產喔 又或者可以說 女生 女人 生存能力 比男人強 欸欸欸你那是想要被炮轟是嗎 沒有啊 我之前就有聽說 這女生好像在面臨什麼 重大啊 災難的時候呢 或者是在一個 很嚴苛的環境下的時候呢 欸女生的身體條件好像 更容易存活下來 之前有這麼一聽說啦 實際上還沒去查 欸 算了一下 又過了半年左右了喔 不曉得 這小嬰兒現在 長得怎麼樣了啊 滿周歲了耶 對啊滿周歲啦 恭喜得 希望她可以順利健健康康的長大 最難的那一關她都過了 嗯對 她的存在呢 本身就是一個鼓舞人的 動人心絕的故事 了不起啊 嗯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掰 欸太快了你給我出來 不要 你給我出來 你沒有要進去講了喔 對 老子 最近心情不好 大公 大公 好了大家 沒辦法洋人偷懶 我就只好跟著修寫了 我是逼不得已的 嘿嘿嘿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對 開小鈴鐺 對 一百萬訂閱 一百萬訂閱 再見 掰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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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Good Mmmmm